吳宗憲 吳山儒 父女一生喜氣紅通通 預錄小明星大跟班 除夕特別節目 喜上加喜的是 節目開播至今 已經滿五週年 沒想到真的跟他一起工作 五年了 爸爸很開心 可以跟你一起工作 然後還拿了 幾座的一個金鐘獎 其實什麼都不重要 好不好 你身體要健康 對啊 真的 身體要顧好 謝謝你 我的妝藥補了 五年來小明星大跟班收視長紅 尤其憲哥 針扁時事 屢屢創造話題 被問到大陸人氣歌手 華晨宇未婚生子 他更以學長來自居 問問學長吧 對不對 這個真心誠意的去扛下 那你應該要負的責任就OK了 對啊 而我就是一個典範 我們身為一個藝人對不對 我們最大的重點是在 舞台上的表演 你看他唱歌那麼棒 對不對 我們就看他表演就好嘛 那私底下的一個角度 不要坐姦犯科就沒問題 至於近來拉警報的疫情 吳宗憲也有話要說 就少出門 待在家裡好好看電視 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不是因為他是本土天王 有本土案例就來問他 他其實懂得不多 他真的懂得不多 婦女同台妙語如珠 也讓小明星大跟班 成為中天招牌綜藝節目 多次敲響金鐘 歡慶五歲 電視台也送上蛋糕小禮物 期許再風光拼另一個五年 記者阿公 亞麥 張文宇 台北島 記者阿公 亞麥 張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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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宇